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猜十有八九都会有这个名字 澳大利赫本 《时代周刊》曾经这样评价过她 意思就是 澳大利赫本是这么的与众不同 没有任何陈词滥调能够被套用在她身上去形容她 她的美几乎是矛盾的 优雅又灵动 纯真又性感 俏皮的路眼里永远带着一丝淡淡的忧郁 而提到澳大利赫本不得不提的呢 就是那部风靡全世界的罗马假日 那年赫本二十四岁 这是她第一部出演的美国电影 也正是这部电影让她拿下了奥斯卡女主角 寄生美国好莱坞 罗马假日的大名可以说是从小听到大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虽然对里面很多的桥段如鼠家珍 但是其实从来没有完整看过这部电影 所以最近趁着宅家隔离 我又在家里老老实实安安静静的把这部电影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看完之后恨不得立马跑去意大利 沿着安妮公主的足迹 剪暖发 买平底鞋 吃路边餐车的Gelato 骑摩托车在石子路上横冲直撞 透过这部1953年的电影 在67年后的今天 还是能够切切实实感受到意大利的阳光 和阳光下短暂而永恒的浪漫 可惜意大利是疫情中心 我所在的纽约也是疫情中心 所以横数都是出不了门 所以我就想说在家做一杯鸡尾酒 在酒里体会一把罗马假日 今天我们要做的酒呢就是一杯非常有意大利风情的 Americano 美国佬 这款鸡尾酒呢其实1860年左右就在意大利诞生了 但是在20世纪初 禁酒令期间意大利涌入了大批美国游客 而他们最爱的酒就是这一款 所以他因此得名 Americano 意思就是美国人 美国佬 我觉得这杯酒就特别适合这部电影 众所周知 罗马假日讲的就是欧洲某国的一位公主 和一个美国记者在意大利一天的假日里发生的浪漫爱情故事 所以这杯Americano带着浓浓的意大利风情 假日气息 还有一些美国和意大利混合的这种有趣的元素 就和这部电影非常的贴切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做这杯酒 做这款酒呢我们需要一个 Hybar Glass 加入冰块 倒入1.5瓶子的甜味美丝 一种加列葡萄酒 今天我们用的是Antica Formula 非常经典的一款 意大利味美丝 加入同等份量1.5瓶子的金巴力 In Campari同样也是起源于意大利的一款 苦橙味利口酒 以它明红鲜亮的颜色和甜苦交织的口感著称 用八勺搅拌使材料混合 大家可以放小快一点的冰 不然非常难搅 诶 冰块好大呀 加入苏打水制满杯 用八勺轻轻提拉 注意不要搅拌过度 防止气泡流失 最后切下一片橙子 放入作为装饰 这样一杯充满气泡的 充满意大利风情的Americano就做完了 入口是充沛的气泡感 甜味和苦味在舌尖交织 伴随着橙子的清香 就像是喝了一口意大利的阳光 一口短暂的假日 我其实在查资料的时候 看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部电影原来其实是一个小成本电影 Paramond根本没有打算在他身上多花钱 整个场景都是准备在好莱坞的棚内拍摄的 是导演极力争取 最后他们才能去罗马实地拍摄 然后这部电影为什么是一部黑白片呢 根本不是因为年代啊 技术啊 或者导演觉得黑白片经典啊 完全是因为当时经费不够 因为穷嘛 所以只好拍黑白片 导演说当他真的飞去意大利 一下飞机他就后悔了 但是那个时候为时已晚 其实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也想过 如果罗马假日变成彩色片会是什么样呢 但就算是透过黑白的胶片 意大利的阳光依然隔着都是七年 照进了我的小公寓 贺本依然优雅美丽 甚至因为黑白而更添一份经典的浪漫 所以根本没有如果 就像黑白片还是彩色片 就像安妮公主的罗马假日 和短短一天的浪漫爱情 不期而遇都是一个美妙的词汇 好啦 最后呢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家跟我一起做这样一杯 americano顺便一起回顾 这部经典的浪漫爱情片 也希望全世界各地的疫情 都能快点结束 让我们能早日去意大利罗马 骑着Vespa摩托车 在石子路上横冲直撞 好 cheers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